大家好,今天1月12号 明天呢 那当然就是 台湾的 总统的一个选举 那我相信在选前 那大盘的压缩 那我想今天 也告一段落 那在选后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那才是最重要 昨天呢 那美国公布 12月份的消费者 物价指数 次高于 市场的预期 昨天 美股的表现 还不错 我现在道琼包括纳斯达克 包括费城 都是收红 但是在今天 因为 选前的最后一个交易资 所以 没有信心的 害怕的 或是 这个地方 没有赚钱的 我想 都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杀出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相信 我相信从最近这几天的一个融资 的一个减幅来看的话 那其实 很多散户 这个地方有在做出场的动作 但是 我一直在节目上跟各位讲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政治 影响 这个排面 那是短暂的 最近在整个大盘呢 我也告诉各位 他在做一个 涨多压回的一个整理的一个格局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 最近的很多股票 在 急拉的时候 我都提醒各位 不要追高 我们不要 为了那些小利 然后呢 各位 你再赔了大钱 那真的是不划算 所以在选后 各位真的也不用太担心 我相信在产业的一个发展 只要呢 当选的总统 能够支持 那我想 这产业 未来的前景 还是一路看好 现在很多人在押什么 谁当选 生计 军工就会大涨 那谁当选 观光 观光产业 他就会 大涨 各位 真的是这样吗 你何必要去压呢 做股票 我们为什么要去压呢 那是赌徒的心态嘛 我想 最近的大盘 是一个 轮涨的一个格局 即使大盘在跌 那 那整个盘势呢 他还是在轮涨 那最近因为 很多股票 他跌身做反弹 这是很正常 但是真正的在选后 能够大涨 能够让你大赚的股票 各位 你有没有 现在开始锁定 老师最近呢 跟各位讲说 那大盘呢 短线会压回 而且呢 上档的卖压 反弹的卖压会很重 昨天大涨 我跟各位讲说 那真的 不要先看说 这个地方指数呢 又要大涨到哪里 我想昨天大涨 今天又跌回来 同样的道理 那最近很多人 在追着 追逐那些人 可能 掌最后一波的喷出断 但是每一次如果你们 受不了 去追 那可能是套在最后一半 这不是 洪老师在信口开合 这个都是有历史的经验 历史的经验 你看神盾集团 你看到 老板告诉你 三年 言说要翻倍 那股价就冲出去了 我想但是 我讲过 几涨的股票 你真的不要去追 那追了你短套 你受不了 你还是会杀掉 如果你真的这么看好 那你应该是要好好的把 抱在手上 但是 股票呢 各位 涨多 他 一定会回 没有那种股票不会回的 洪老师我在这个市场这么久 没有股票 不回的 但是 你看待党股票在急 你看神盾今天 昨天压回 今天各位 你看开高 那你认为又要锁涨停了 那这个就是 主力给你一个什么陷阱 那尾盘就要杀下来 那你全部都砍 都砍在这里 你还是赚不到啊 各位 广环科 连续跌两天 这是喷出 这是喷出的各位 那你想说我创新高的 那追了你看 阿将不是两只吐回去的 你赚没赚到 但是赔都赔到啊 好这个不都是我在提醒各位的 那最近很多人在讲 各位 这党叫具有 你看 今天好像要拉涨停了 各位你去追 那你看到 是不是 你又认为要涨停了嘛 那你去买 那最后呢 收在最低 那你是不是又 砍在最低 我只是告诉各位 操作股票 真的不要人影亦影 最近为什么 洪老师告诉各位要撑得住气 我们为了就是大局嘛 我们为了就在选货的时候 那我们呢要 前例一级嘛 你手上没有银梁 你手上没有子弹 各位 那你怎么射 如果真的股票来到低档你怎么买 最近呢 我有跟各位讲说 那我多单就是这一档 2356的音乐打 但是我们的成本 降下来 也46.3 这红老师是在节目上 那我真正的绩效 我跟各位讲 我不害怕嘛 你们看我节目这么久 我赔钱我还是照讲 但是我讲过了 因为在整个大盘 在 压毁的整理的同时 那你要 去看看说 那什么股票 是最安全 我知道 音乐达 没什么涨 那你也受不了 因为 你可能因为达 那你认为 黄老师 不准 那你 到其他人那边去 每天看到他涨停板 你追得很高兴 但是这个都是在害你的啦 各位 有差那几天吗 明天选举啊 到了啊 很快啊 对不对 啊选货 再来拼 我们就更知道方向 那现在很多人去押金工股 对押生技股 押观光股 我不是说那些股票不会涨 我们不需要这样去押 我们做行情 我们不像那些有钱人 对不对 那他不怕 他有钱他不怕 你看 世新啊 再怎么 今天跌下来他不会怕 他不会怕 因为筹码都在他们手上 爱怎么玩是怎么玩 但是筹码门你们不行 你们都是辛苦钱 说今天你的钱不是刷在那里 为什么洪老师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 坚持 我不躁动 我为的是 大忌啊 我做这样冲来冲去我的会员 在现在 说真的 大阪轮动这么快 那可能 可能很惨了 为什么 每天追高杀低 我们何必呢 我们要的是 一个波段 然后能够赚上去 那才是最重要 最近我叫各位 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 原因在哪里 我没有叫你不要买股票 我是告诉你 好的股票急杀 你也要敢买 那是短多短空就好 你就保持这样的操作 等待最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 在观察的是在美股 那跟 台股这里外资 买差的现货 几千亿 那你再连接说外资的空单 2万多口 其实这个都是有联动性的 我们不是 在拼说 外资 他会继续买 如果美股 跌的话 那他也会卖 所以这里 我们要怎么做 那才是最重要 追高 不会让你大赚 你看到 像星顶你看 今天大上去 那你又要去追了 那我也跟各位讲说 我们的持股成本 我们当时是在低胆买 这一路上来 那是我们 不是在创高 各位你看到 主力他都会反向操作 都会反向操作 为什么主力筹码 黑线 那这么重要 因为他们都是有相互性的 你说主力人家在出货了 那你还留在 留在里面 对不对 这都 电影都擅长了 那你 你才 才要去买票 一样的道理嘛 但是现在股票跌回来 那你看到好像弱弱的 但是 其实 主力可能在吸纳筹码 但是你不知道 你只看到说我这种股票 这么弱 那你 你就要去追那种 抢的 所以有时候呢 你看到 为什么你认为要够高了 好像要飙一波了 那结果呢 那就拉回来 就拉回来 那好像破底了 但是他为什么又拉上来 所以这个就是呢 主力在操作的手法 而且最近 这几年 因为散户 他当中的 人数越来越多 所以有时候 大户他们在拉一档股票的时候 他感觉非常沉重 是主力不可能拉给你赚钱嘛 赚钱大家一起算没关系 但是你总不能说 去影响 他的操作嘛 所以为什么他修理你 就是这样 但是你不懂 当然你会被修理嘛 那你懂的这个地方 你反而可以吃什么 主力的豆腐啊 所以 为什么我说 你不要去 然后 总统选举 然后自己再下自己 那谁当选 那什么会涨 那谁当选 那什么就会跌 各位 没有那个事情啦 我想 有人提出来 这个我蛮认同啦 不管哪个总统当选 我相信在AI 这个呢 产业链里面 都会支持 各位 那是一个产业的趋势嘛 但是 每个人都在喊AI 但是 你真正 你有做到 最会涨的股票吗 那你有掌握到 那个起涨点吗 那是不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你不要去担心 那大盘要涨要跌 那这个以后市场去决定 不是因为哪个总统当选 那什么大盘 还有人说会崩盘 有人说 可能哪个党 当选会大涨 各位 我跟各位讲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 再大的利空 你选择了股票 那这个筹码 在大户的手上 那这个 这么集中 一个筹码 我相信各位 即使真的要跌 因为我也不排除说显后 他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甩叫 都有可能 但是大盘的一个集点反而 是我们的机会 是我们的机会 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 你要好好的做准备 反正就明天 就翻牌 那下周 下周 这个机会 那怎么掌握 下个礼拜还有台积电的法收 大力光的法收 这都是 会左右在整个大盘的一个走势 因为这个比较经济面 这个经济面 这才是我们要的 那政治 影响的 这只是一个短暂 只是一个短暂 如果说 主力大户筹码 都已经丢出去了 那我想各位 你说 股票要涨 真的也很难嘛 所以有时候你没有去看到奇怪 上市 上市柜公司 他公布出来利多 那为什么股价 那反而是下跌 但是有一些呢 可能公布利空 那为什么股价 他是涨的 那你们自己去看看筹码就很清楚了嘛 这也不用说讲太多嘛 不用讲太多嘛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密码 那接下来 下个礼拜 那这个大盘怎么看 这很重要 今天大盘 因为 大家害怕的 找盘出来 对不对 拉上去没人要追嘛 所以跌回来这很正常 我相信最近 就这样的一个走势 但是在整个大盘在这一波 我为什么说 他是涨多的压回 各位你看到 从这里 一波上来也是1500点嘛 那你说让他跌个500点 那也算合理啦 也算合理 那如果下个礼拜 那这个地方真的一根黑棒下来 那你要怎么做 杀股票 还是买股票 各位 你一定要 这个地方就要思考好 要做好准备嘛 而且你也要做好功课 不是等到说 杀下去 市场在恐慌 那你就跟人家杀 杀 对不对 股票不是这样做的 各位 我相信 老师为什么最近 我一起跟各位讲说要忍住 因为选后 有的股票 要拉回整理 好 你前前看到那一种 逆势在拉抬的 各位 那不是真的要斩 你 你不要说这个地方 那你又被骗了 那真的各位 你等套牢的时候 你再过我也都来不及 好 所以为什么要忍 就是这个道理 好老师要短空啊 那你看到 我空的是安全的 你看政兴 好 我讲过的 好高档 量那么大 他怎么过去 像陈明殿 那个已经破线 昨天弹上来又怎样 今天还是跌回来 我想 很多啦 我们不是说这个地方 那随便跟各位 解解盘而已 我现在今天 爱普很好 因为事情都涨到 三四千块 那爱普 还不到一千块 才五百多块 那我也没有说他不好 但是短线 吉拉你去追就不对了 你看到光红 那不是这个礼拜最强的股票吗 那你去追高的 你看 他就又挂了 震发 各位 真的有让你发吗 这分医师多少人在讲 震发 光红 至上 我想各位 你那个低点有买到吗 没有 那你就是 很快的时间就赔掉 一层 两层 所以 我说 低档买 很重要 那我们的一个波段把它操作上去 那有时候呢 他来到高档会整理 但是 整理完了之后 如果这个方向没有改变 他还是会 继续转 但是趋势 一改变的时候 那我不跟你讲吗 他的趋势下来 那反弹都是要卖的 你要放空也可以 但是 等到呢 趋势在转多的时候 你就把它买回来 那我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操作 我像这辆股票 在这一波 涨上来 各位你看到他说带量 对不对 那这一波呢 从马锁定之后开始拉 那拉的时候 那一堆人 跳进去好像创世应该要 大涨了 那你看跳进去各位 他就是给你 撒一波下来 但是 主力错后完了吗 各位你看到 这一波的量收 你就知道 那主力在做什么动作 我相信最近 这个地方 大盘不稳 但是 各位你看到这个量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量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 这个就是我在 选后 要帮各位 要帮各位锁定的股票 老师这个地方都是有规划的 你不要看到说 每个人最近呢 他都有神盾集团的股票 有光宏 有震发 有巨友 有爱谱 有爱谱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真正大涨的 在后面 在后面 你还没有看到 宏老师 我只是忍住 我不想讲 你认为说 宏老师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市场里面 三十几年 是假的吗 我只是不喜欢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让我的会员去追高杀低 我不需要 我们就是一波把他赚上去 所以我们最近为什么都是在研究 在整个筹码的一个左向 我们就是要在发掘 在选货 的一个黑马 我们在找这个东西 所以还没有找到之前 我们就是忍 因为K线会说话 那等到K线告诉你 我真的要涨的时候 那我们前例一挤 各位你看到如果你当时 跟市场里面起用什么AI 说到白天的证定 你没有散过这一波 你不要跟我说你在做AI 对不对 真正赚到钱的各位 就是系列 从290这一路做上来 那才是真正赚到的 各位 打发 一样 但是时间点还没有到 我这个地方也告诉各位 一档有潜力的股票 你涨多他也要回 但是另外一个波段的机会在哪里 那才是最重要 洪老师我不是说 那股票这个地方 我告诉各位了 我把他放掉 你看很多老师 他在选前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做过多少股票 绕住多少股票 停损多少股票 各位 我想 这不需要 我们要的就是一次 把他赚回来 你看到最近 富士达赵丽 都涨了 对不对 但是新日新好像压在这里 好像 可能这个地方出货了 可能新日新要大跌了 真的是这样吗各位 那新日新当时你这一波 我们在做的时候 那你在做什么 你当时在买伟创 广达 技嘉 那我先赚7成 我后来资金 到细利达发的时候 那我细利又7成 达发又5成 那你们在做什么 但是 你们看不懂 那老师呢 当然我用 我观察的地方来告诉各位 因为市场 告诉你这个就出货了 这出货吗 各位 那出货吗 你看到他整理的时候 你看到这筹码都干净 而且各位你要去看到 新日新 外资持股有26% 那最近谁在卖 那不是外资在卖吗 不是外资在卖吗 但是外资在持股26% 为什么外资每天卖 每天卖 卖都卖不下去 因为投信在卖 因为投信他的持股 只有3.75 各位 所以外资要卖 让他卖 我投信来买 因为之前都被你买 那我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最近的 吉保库存 一路在增加 各位 我想 你们现在是看到说选后什么 会崩盘什么 但是我 刚才已经跟各位讲了 如果真的 让你们所讲的都对 但是这筹码在 大户的手上 三大法人 的手上 那你说这种股票 他会得很深吗 那佐诚我也不要跟各位讲 以前我在做新日新 我都跟各位讲很多的 我想 富士达当然接华为 那华为的手机卖这么好 富士达的营收一定会创高吗 这是绝对的吧 但是 你说苹果最近利空很多 但是 毕竟各位 苹果还是 钱球 现在又华为 他 第二大 他 没效 你说新日新有没有机会 各位 那我们再来看 反正 老师跟你们所想的都不一样 但是到最后大家再来验证 那我想 这个就是我今天在选拳 然后告诉各位的 机会在哪里 那选货呢 要怎么掌握 这很重要 当然 大家都在讲说 那桌线 会不会 连三黑 那我想我们不要去揣测这个 连三黑 说真的 那反而 他可能开始 会反弹 所以这个告诉各位说下礼拜 跌下来 很多股票的机会 你一定要 跟我们的家族成员一起掌握到 那如果任何问题 02239 23988 LINEAT今天是一个关键 加进来 我想 股票的一个机会 或许你的投资朋友 就在你眼前 我们下礼拜同一天再会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原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